背凳子,捆绑,抹剑末,胶带拔腿毛,PVC管子殴打,老师电话摇把子电击,省职气吊中午,毛巾敷面胶水,五年前,身为警察致死的孙仁泽,遭长时间暴力逼供致死。 八名警官获刑后,多人上诉,刑讯逼供是职务行为还是故意伤害。 庭审中,任婷婷数度服案长期,休庭前,任婷婷突然从公诉席上站起来,冲台下八位嫌疑人大叫,杀人犯,我不会原谅你们。 被告席上一阵骚动,审判长忙出声制止。 年余五旬的任婷婷,家住新疆自治区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伊宁市,其丈夫曾是老资格的警察,后因公殉职。 其独子孙仁泽,2018年3月27日,因涉嫌寻衅滋事,遭刑事拘留,被羁押于伊犁州查布查尔西伯足自治县看守所。 2018年9月27日凌晨,孙仁泽在伊犁州获城县看守所,接受警务人员长达七个多小时审讯后昏迷,之后辗转多家医院ICU。 11月9日,一直未能醒来的孙仁泽忠告不治身亡,十年不满31岁。 庭审调查显示,孙仁泽之所以被代理员积压地查布查尔县看守所,是因为在那里,警方对孙仁泽的审讯很不顺利。 在看守所,审讯室侦侦察人员与嫌疑人,中间有铁栅栏隔离,不方便审讯。 之所以到伊犁州交警大队地下室办案中心后有离开,是因为审讯期间,交警大队有领导表示,交警大队来往人员很杂,很容易转出去。 但办案人员将孙仁泽转移到霍城县公安局后院办案点进行审讯后,县公安局长说,孙仁泽被打的叫声传到前院,办公区影响不好,让把人带到看守所去审讯。 9月26日上午,白振华和德副在霍城县公安局后院办案点召集专案组全部人员开会,决定将孙仁泽押解到霍城县看守所审讯。 白振华称,他和霍城县看守所所长孙某亮,副所长柴某联系,要求安排一间没有视频监控的房间。 吴学民在法庭上说,他之前曾跟白振华提出,审了一周多,该休息一下,白振华说要一鼓作气,拿下口供,圆满完成任务。 另有几名被告人也当庭先后表示,9月26日上午的会上,大家提议审讯差不多了,应该休息一天,临近中秋,办案人员也需要休息。 但遭到何德副的言辞拒绝。 何德副说,应该加大力度,彻底摧垮孙仁泽的精神意志。 拿不下孙仁泽,你们就是他背后的保护伞,或黑恶势力最大的保护伞。 其中一名被告人还提到,何德副曾对他们说,审讯中将毛巾放在一根细棍子上,让孙仁泽跪在上面,外表看不出伤痕。 庭审显示,这间审讯室由霍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办案人员办案专用,俗称国保办案室,平时不大实用。 审讯室里其实有监控视频设备,分别安装在前门和后窗附近。 看守所所长孙某亮事先吩咐副所长柴某将监控视频关闭,但柴某多了个心眼,为以防万一祸及自身,后来又偷偷打开了后窗附近的监控视频。 正是柴某留了一手,记录的七个多小时审讯过程,成为该案扭转乾坤的关键证据。 现场视频显示,审讯室内靠近门的位置有办公桌,两三把椅子。 室内有一张铁制高低床,一头对着门,一头靠着墙,墙上有小窗,小窗附近装有监控视频。 多名被告人当庭陈述,审讯中,他们或让孙仁泽正备,反背铁制审讯以,俗称老虎凳,每次背四十多分钟,或抽掉铁架床下铺床板,将紧穿短裤的孙仁泽,双手,双脚,分别捆绑铁架床前后两头,使其赤裸的身体,承重在铁格挡上,并将哑铃放在肚子上,增加孙仁泽腰部的难受程度,或将孙仁泽悬空吊起,用毛巾敷脸浇水。 监控视频显示,从下午四点到十一点半,长达七个多小时的时间内,孙仁泽被毛巾敷面浇水,或直接浇水十几次,其中长达十六分钟和十五分钟的有两次,其余时间每次悬掉二十多分钟。 据知情者介绍,孙仁泽被固定在靠近门的铁架床那头,视频只拍摄到其被刑讯逼供的背面部分,且许多画面被铁架床遮蔽,但能看到审讯人员有戴塑胶手套,拿可乐瓶,哑铃和毛巾等动作。 视频中当审讯人员做出浇水动作时,无法看到孙仁泽的表情和反应,但看见铁架床长时间剧烈晃动,可以想象人有多痛苦。 被告人说,审讯中,他们还抽孙仁泽耳光,用白色PVC管抽打其小腿和脚后跟,用老式摇霸电话机电击其身体,为防止留下体外伤,用军用带捆绑孙仁泽手腕,脚腕时,特意垫有毛巾。 审讯进行到最后,孙仁泽曾大声惨叫,连连求饶。 几乎所有被告人都指称,年龄最小,首次参加刑侦专案组的刘献勇,在八名被告人中表现最兴奋,最积极,逼供手段也最变态。 他们说,审讯中,刘献勇或用胶带拔孙仁泽的腿毛,或将装满水的可乐瓶悬挂在孙仁泽的生殖器上,或用戴着塑胶手套捏生殖器。 而把阴毛,毛巾敷面浇水,直接水浇面部,大都是刘献勇所为。 庭审中,刘献勇承认上述行为,我想侮辱孙仁泽的人格,摧毁他的心理防线。 朱生德是多名被告人供述较少参与刑讯逼供者,他在庭审中多次强调自己对审讯是消极的,被动的。 监控视频显示,朱生德做过一个用手拍打孙仁泽的动作。 朱生德在陈述中表示,自己参加公安工作以来都是兢兢业业,这些天在看守所一直在想,如果当初对审讯他一直是消极的,被动的, 自己从进入公安队伍的第一天就知道听从命令,服从组织。 这么多年来,成为他不自觉的行动。 当律师问朱生德,有没有想过刑讯逼供嫌疑人是违法行为? 他说没想过。 庭审还披露,9月27日凌晨,孙仁泽被送进医院抢救后,自觉情况不妙的重审讯人员开始紧锣密鼓地销毁、造假。 当天,吴学民等人留在医院看守,崔亮则被指派迅速返回霍城县看守所审讯室,庆除遗留在审讯现场的刑讯逼供工具等物品。 起诉书称,为掩盖孙仁泽进入霍城县看守所的真相,白振华、何德复、吴学民等人还拍摄假视频,提交给伊犁州纪委派驻州公安局纪检组,试图掩盖真相,蒙混过关。 白振华则说,他向伊犁州公安局领导汇报孙仁泽之事,是局领导提出制作假视频,应付纪检部门调查。 按照这个指示,他通知霍城县看守所副所长柴某提供拍摄现场,并让身形与孙仁泽相似的崔亮头蒙黑套,伪装成孙仁泽,假装正常入所制作了假视频。 不过该局领导在笔录中否认自己之情。 孙仁泽死亡当晚,或城县公安局委托伊犁州中叶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尸检。 鉴定结论是,多器官功能衰竭导致死亡。 至于是何原因,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,事件报告只字未提。 任婷婷质问法医为何对孙仁泽身体外伤不鉴定,法医说,她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 这样的鉴定结论,任婷婷没法接受。 她委托一家律师事务所向伊犁州检察院申请重新鉴定死因,州检察院接到申请后迟迟未予答复。 任婷婷说,之后四个多月里,自己就像上班一样,每周都去伊犁州政法机关询问进展, 连续向自治区政法部门以及中央政法委、最高检察院、公安部等单位快递控告材料。 2019年春,伊犁州检察院终于同意进行二次试检,但鉴定费一直没有着落。 未早日揭开儿子死亡真相,任婷婷四处借贷,垫付13.6万元鉴定费。 2019年3月8日,受湖北重新司法鉴定中心,下称湖北重新,指派华中科技大学同基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,主任法医师刘良易行非抵伊宁,鉴定孙任则死因。 6月,伊犁州检察院收到湖北重新的鉴定报告。 7月,州检察院的有关人士对任婷婷说检察院决定对此事进行调查。 叶小山律师评价,财新传媒王和言这篇关于刑讯逼供致死的文章写得极好。 看完之后,几倍发凉,自己都有一种被毛巾贴满胶水的窒息感。 因为办理伊犁州扫黑除恶第一案,自治区公安厅要求办成铁案,可专案办了近半年,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,没有命案和保护伞,就没法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,所以就对孙任则逼供。 只通过协调,就能把人从查布查尔县看守所提出来,然后在伊犁州的交警大队地下室审讯。 交警大队领导提出,交警队人员复杂,容易转出去,专案组又协调把人提到霍城县公安局后院逼供。 霍城县公安局局长又说孙任泽被打的叫声太大,办公区都听见了影响不好,还是建议去看守所审讯。 他们都知道,为明哲保身都在巧妙地推阻。 具体的办案人员就没办法了,省厅下来的专家何德夫说,拿不下,您就是他背后的保护伞。 于是又一个协调,把人提到了霍城县看守所一个特殊办案室。 为什么特殊?一听名字就明白了,国保办案室。 这个办案室没有隔离栏,办案人员还让看守所所长关掉监控。 看守所所长也打了个小算盘,让副所长去关,副所长又留了个心眼,打开了一个监控。 要是没有这个监控,我们至今都不知道,竟然还有这样惨绝人寰的事。 仅仅七个小时的审讯,人就死了。 办案人员把高低床的下铺床板抽掉,将孙仁泽手脚绑在床头床尾,让他整个人都架在铁格档上。 办案人员还认为重量不够,给他的肚子上加个哑铃,为的就是让他的悬空的腰不难受。 期间还用PVC小管子抽打,用手摇电话线点击,身上真的伤痕累累。 最可怕的是,他们对孙仁泽用毛巾贴面浇水,或者直接浇水。 要么就把他悬吊起来,要么就把他控制在审讯椅上,或绑在床上,然后用水行, 有时候还往鼻子里灌水,用毛巾把嘴巴堵住,这样的浇水贴面搞了十多次,有两次到十五、十六分钟,然后就把人搞死了。 难怪不得警察最开始给家属说,死因是孙仁泽喝水呛死的。 要是没有监控,要是没有案发,还不知道是这样喝水呛死的。 而实施这些手段的,最积极的是最年轻的警官,他不仅变态,还兴奋。 王和颜记者的描述,非常生动,几乎所有被告人都指称,年龄最小,首次参加刑侦专案组的刘献勇, 在八名被告人中表现最兴奋,最积极,逼供手段也最变态。 他们说,审讯中,刘献勇或用胶带拔孙仁泽的腿毛,或将装满水的可乐瓶悬挂在孙仁泽的生殖器上, 或用戴着塑胶手套捏生殖器。 而拔阴毛,毛巾敷面胶水,直接水胶面部,大都是刘献勇所为。 听审中,刘献勇承认上述行为,我想侮辱孙仁泽的人格摧毁他的心理防线。 倘若再来一场运动,这样的年轻人想必也不在少数。 人性之恶的潘多拉磨盒一旦被打开,每个人都可能疯狂和暴力,变得不像一个人。 最后,律师们的辩护观点也很讽刺,希望法庭考虑到当时扫黑除恶的特殊情况, 本着刑法的轻易性对被告人酌情从宽。 感谢您的时间请您趕着请您收听。